永夫所警員在執行夜間巡邏行務的時候 發現一輛莎士車自撞入宿 我們同仁主動上前關心 發現駕駛在車上全身四肢無力 甚至沒有什麼意識 經我們叫醒的時候發現 他在駕駛過程中遭烘火衣咬傷 所以才陷入溫靡自撞入宿 甚至連下車的時候都需要遠景倉庫 才可以下車 那我們遠景馬上聯絡救護車到場救護 送醫之後沒有大礙 遠景在現場疏導交通聯繫公司來一致殺死車 直到交通回復順暢為止 警方呼籲民眾在駕駛過程中 如果發現身體不治 應該立即靠別人休息 避免發生事故